大家好,我是陈传平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10加6滑小的另外一所 就是神木乙滑小 神木乙在我们滑小的弓箭上 大家有目共睹 这一间新建的滑小呢 在我们的Kota Masai的特戈壁呢 有一个新的发展项目 Medinic East的这个花园屋内 大致上当初张彦琴说 这一间滑小因为跟这个新朗滑小太靠近 所以这个滑小的建造就被格置下来 所以我今天拿出一些数据 这一间滑小为什么被拖延的过后呢 影响到我们的鞋额 大致上跟新朗滑小 虽然它不到两公里的距离 可是新朗滑小在一个两年前开课的过后呢 这一个24间的客室呢 只能容纳800位学生 而在这一个800位学生的鞋额呢 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有750位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就位 所以证明了什么 两年的时间新朗滑小 接近爆满 如果这样的情形之下 这个沈木椅滑小呢 还没有被建起来呢 在接下来这个地区的这个新生呢 要去哪里就是 所以当初张彦琴所说的 这个滑小因为太高近 需求没有那么高之下呢 它是在没有做出任何调查 无所非为 所以竟然已经接近饱和 沈木椅滑小如果当初开始建造的话 明年如果可以开课的话 这一个滑小就可以容纳更加多的学生 所以张彦琴给一个解答 关于这个沈木椅滑小 为何当初你不批准让它继续的建造 我的问题已经抛出了 我希望你可以给出答案